Audio Jungle 亚马逊等权威媒体,纷纷将它评选为年度好书,其简体中文版也即将在今年上半年出版。让我们看看,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吧?乔治桑德斯喜获《2017年不客奖不客奖》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重要奖项,创办于1969年,原只授予英联邦国家或爱尔兰作家,2014年起对非英联邦国家的作家开放, 而乔治桑德斯《Scholder Sons》是第二位获奖的美国作家。乔治桑德斯素以超现时,其幻短篇小说主称,林肯在中阴界是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由前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·Abraham Lincoln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。 林肯向墓园走去1862年2月,美国的南北战争进入胶着阶段,林肯十年11岁的儿子威力威力也突然在白宫病逝,林肯非常疼爱威力,他如此悲痛,以致人们相信他,曾多次让人挖开坟墓,再看一眼他的儿子。 林肯曾经跑回公墓,多次拥抱孩子死去身体的画面,在乔治桑德斯的头脑中,生根发芽了近20年,最终林肯的伟人形象与圣母莲子相融合,成为他小说里最重要的画面。 林肯连·泽米开朗基罗作品《圣母莲子》在林肯在中阴界中,乔治桑德斯进行了一场大胆的文体实验,文学爱好者尽可在此感受真正的先锋文学的魅力。 布克奖评委会主席罗拉扬罗罗应称这部小说很独特,他承认自己最初被小说的布局吓到了,这让人想起了剧本,但最终他背离住了,林肯在中阴界而要理解林肯在中阴界一书。 还要了解中阴一词的意思,作者桑德斯自称佛教徒,而中阴是佛教中的概念,一指生命在死亡之后,到下一期生命开始之前的中间存在状态,处在中阴界的鬼魂,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,他在现实和另外的世界之间,他们有的还维持着死时的状态,有的已变得七型怪状,他们以为尸体只是生病的一种状态,棺材是病盒子, 而像沐沙沐原是一个医院,对此,罗拉扬评价道,桑德斯的小说故事,给这个世界上几乎死去的灵魂带来了新生。 在公众领域,林肯的个人悲剧,与他夭折的儿子密不可分,他体验着失去至亲的痛苦,也担负着更大范围的政治考量,和成千上万年轻人的死亡,然后就有了这个奇怪的徘徊在墓地的状态。 这些灵魂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死去,还在试图解决生活中困扰他们的事情。 林肯的三儿子威利,11岁时不幸感染伤寒早腰,他们一直在默默等待,痊愈,不止等待了多久,但孩子们的世界要单纯得多,他们大多只是项目山医院的过客。 小威利却是例外,两位老病友沃尔玛,她的怪病是长出山羊鼻子,身体变得像个饺子,外号叫山羊饺子,和贝恩斯,她长出好多眼睛和鼻子,外号是多眼怪,发现威利迟迟没有离去。 林肯纪念堂里的林肯坐向病人发现了来到墓园的林肯,他与他们不一样,他没有生病,是来自那个健康世界的人,而这个健康的人,一脸悲伤地紧紧拥抱着威利散发着恶臭的身体,以为自己得了怪病的小威利,则慢慢蹚回了自己的身体。 父亲的爱使威利停留在了中阴界,但这对孩子来说是很危险的事,威利置身于可怕的中阴界,他来自那个健康世界,病人,开始觉得,威利可以连通外面的世界,他们纷纷咆哮互哀气出自己的故事,热闹的对话,各种各样的未尽之事,于至纯的丧子之痛,和威利对父亲的爱相互撞击着,小说几乎全部由对话构成, 也包含了一些历史文本,传记和信线的片段,桑德斯甚至保留了他们互相矛盾的内容,那些未尽之事,一直缠绕在心头山羊角子和多眼怪,想要帮助威利离开医院,虽进入林肯的身体,也得以捕捉到林肯的痛苦处境。 桑德斯用这种方式叙述了林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,和丧子之痛之间的挣扎和坚持,事实上,林肯也曾说过,自从威利去世以后,我总是不自觉地与他对话,就像他还在我身边一样,面临着丧子之痛和内战的舆认谴责的林肯。 林肯在项目山墓园,本书描绘了很多宏大的题材,例如林肯的政治主张,住在中阴界的各色人物的不同的烦恼,但一个温柔的孩子就足以视这些俗世的烦恼变得微不足道,与父亲的多次相处,再加上进入林肯身体里的山羊角子和多眼怪的帮助,小威利终于意识到,自己已经死了,死了,所有人都已经死了。 林肯抱着儿子的尸体祈祷着,希望他已到达那个虚无、快乐的地方,突然而来的真相让病人们难以置信,他们大声哀嚎,但小威利已去到父亲口中那个虚无、快乐的地方,随后,多眼怪和山羊角子,也追随他离去。 在威利离去的那一刻,林肯的身体颤抖了一下,威利带着父亲深沉的爱离开,众人也知晓真相,威敬之事,已永远完成不了。 中阴界会因此消失吗? 众人看着威利在林肯的怀中慢慢消失一位美国总统的灵异故事,一位父亲的丧子之痛,一群不甘云灭的灵魂故事。 浙江文艺出版社即将在今年上半年推出中文版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标题,林肯宁的Bardo作者,Jody Sand出版社,Random House Inc. USA出版时间,14 November 2017。